中国梦之声在本周末即将迎来第二场十进六的节目 这巧合的是 这十位学员刚好被分为五男五女 好登队啊 他们最后要争夺六个席位 我估计完了以后会是三男三女 今天先带大家看一下女生组的备战情况 曾经在中国梦之声四十二进二十的节目中 为观众深情演绎一曲哭不出来的朱敬佳和曾永林 因为默契的声线默契的服装 还有默契的长相被不少工作人员 默契的称为双生姐妹花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两个人现在经常被认错 我觉得观众朋友都看到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合作 然后也有很多声音跟我说 我和她是分不分不开的 因为长得可能也有点像 然后给人的感觉有点像 然而戏剧化的是 来到排练厅我们发现 即将在本周末登场的朱敬佳和曾永林 依旧长得傻傻分不清楚 你看一个裸色长裙 一个裸色短裙 同走公主风服饰 首先让力图改变的朱敬佳快崩溃了